它的第一笔都有起笔 看一下 可是这个笔不好写是因为 它的所有的线条都是有倾斜度 没有一笔是横直 很端正的 所以它的难处是这样 所以你第一笔大概是要接近45度 点回听 你看一下位置在这边 好 向左 走 这边轻轻的起笔 好 上 提 有没有 到笔尖 贴 好 下来 不要太长 好 再来提 提完以后你在旁边走 贴 好 从这边 好 那刚才同学写那的时候 太紧张 好 这个笔要特别注意 就是它的中间这一树 看起来是直的 但不会硬邦邦像竹竿那样直 不会的 另外它这一直的上下 下面不要太长 但是我这样一讲 下次就写着矮冬瓜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上下的长短到底多少比较拿捏的 拿捏的好 来看一下 这一笔请你打平一点 不要太直 好 向左边 好 点 好 下 我如果离开它是一个三角点 但是我不离开 但是我不离开 向下 提贴 好 这边轻轻的起笔 好 向右 提 中间 稍微放松写 顶住呼吸 提一贴 好 你看我这边有微微的弯哦 好 这没有忘记 好 下面是这个会 日步 那同学你写日步的时候 请你把它写瘦长形 左右不要写太宽 好 左右不要写太宽 好 看一下 它的横画多半是压在直画的上面 好 看一下哦 好 它这里有断线 提 提 所以它不一定是真的断 那你不要真的撇完了再去沾沫 好 直接在旁边下 提贴 提贴 好 有点弧度 不要太多 提贴 好 它这一笔放在约列中间的位置 好 好 好 有点 谢谢观看